到期末之前 請各位再思考一下 把那個App的設計 App Inventor 裡面的這個我們上課講的內容 可能再把它延伸一下 也許你可以把它改一下12生效 你可以把它改成12個 什麼樣的延伸內容 那不見得一定是生效啦 像星座 或者是說12篇詩詞曲 等等的 或者是一些相關作品OK 反正你只要去秀一些東西的話 其實都可以 拿這個App的這樣的一個 算是範本吧 來做一個變化 那上個星期主要就是說那個什麼 那個下拉清單的部分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最重要的是那個下拉清單 要怎麼樣讓它可以把 四個不同資料可以把它放進去 所以啦細節部分的話 我上禮拜有把影片錄下來 那如果你假設不太清楚的話 回去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OK 那今天的話 接著繼續來看一下其他的範例 其他的話 那我們往下再來看 所以上個禮拜的這個相關畫面這邊也有啦 那可能比較要特別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邏輯判斷 所以將來假設你有不同的邏輯判斷 那你要怎麼樣讓它可以去 做一個選擇 所以上個星期好像比較特別的是 把那個標籤1 改成那個下拉清單 所以後來我們好像改了 因為總共有四個吧 什麼運勢 事業愛情 還有什麼 等等的 然後把它改成這個下拉清單 那個下拉清單的好處就是說呢 點擊它之後 它可以跳不同的選項 那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去呈現 在下一層的資料 甚至你點擊之後是不是還可以再 讓它再選 那也還可以啦 就是 反正有點像網頁的這個結構 讓它可以不斷的往下 然後呢 所以 其實主要上個禮拜的重點 就是這個下拉清單 那怎麼樣讓它下拉清單裡面放文字 主要就是在什麼 元素字串這邊 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放了四個選項 所以四個選項剛好什麼 從運勢 一直到什麼 財運 那把 這相關裡面剛好我有放一個 範本在雲端上 所以你們可以把那個 這個相關的資料 從那個 Google的試算表裡面 把它分別call過來 所以這個下拉清單 這個程式 其實下面這個就程式啦 只是以前的程式 是 真的要寫程式 可是 現在的 這個App Inventor 我覺得真的是 很 很棒的一個概念 就是 你其實是在寫程式 但是實際上你沒有寫任何一行程式 你是用什麼 用類似積木的方式完成程式 這一點我覺得好像大部分同學都還蠻可以 其實我發現同學都做得蠻好的 所以以後 如果你假設不擅長寫程式沒關係 你可以 換個方式 去 怎麼講 去拼湊這個程式啦 那這種工具我覺得應該會越來越多啦 可是目前大概沒有的話 可能你還是要慢慢去 適應啦 其實 這個道理跟 以前我們在寫那個 VBA的道理 其實說真的差不了多少 也就是說有點像按下按鈕 然後做一個邏輯判斷 只是說你要必須寫那個程式 這個就是if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底下的話叫 Als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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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裡面到底選哪一個 如果他選了運勢的話 那就把 標籤2 標籤2就底下那個 放文字的地方 丟一些文字給他 所以 你丟什麼文字的話就把它放在這裡面 這樣其實 來呈現好像 不會很複雜 所以 利用這樣的邏輯 我們其實在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今天的話也許我們就要再來寫一個 給考考大家啦 所以要慢慢習慣一下 每個每個東西 可能要慢慢習慣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兩個以上的那個邏輯 你可以從這邊齒輪裡面去新增 有沒有 可以把它放過來 那如果你要移除的話 再把它放過去 所以這個地方是邏輯 那原來好像只有一個 一個if 然後跟else 那如果你要再放elseif的話 你可以再拖拉到這個下方 它又多一個 看你要擠 幾個邏輯判斷 通通都可以 那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 邏輯判斷 裡面有什麼 有邏輯判斷這一個 當什麼條件等於什麼 或者是大於等於小於都可以 然後它可以做什麼 或者是true跟false 這個其實邏輯裡面都有 所以慢慢習慣一下 假設你對於這個叫模塊 模塊習慣的話 以後可以用 這個拼湊的方式 就可以把一個程式給拼湊出來 那其他還有什麼 取得資料 就變量 然後另外 假設是文字的部分的話 就是文本 文本裡面放什麼資料啦 然後再來就是要把 哪一個 像那個 標籤2裡面的東西 改變裡面的文字的話 那你就會記得用設定的 設定的話有一點 你會發現它凹進去有點像放資料 那如果塗出來的話 就是給予 有沒有 所以不同的 那個積木的話 有不同的效果 OK 然後 然後 那今天 請各位 來看一下這個 AV Inventor的 講義裡面的第29頁 這邊有一個 範例 就是請各位做一支程式啦 這個程式的話 如果你會的話 自己先寫寫看 如果可以自己寫出來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以後你想寫什麼 就很容易就可以寫得出來 我是建議各位啦 盡量可以去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想要 做出什麼樣的App 那 假設今天我有個題目 我希望呢 各位可以做一支App 它裡面的介面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要做 一支App的話 可以拆成兩個部分去分析 第一個部分就是它的外觀 就是它的所謂的那個什麼 它的介面 介面就是說 它這個手機上面需要哪一些元件 那這個元件的話總共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五個喔 也就是說上面這邊是什麼 請輸入年齡 然後讓人家可以輸入 輸入完之後按確定之後把結果 把它 顯示在這邊 所以呢 假設我們今天需要請各位寫一支程式 這個程式我好像已經把它run 我把它run 一下 這個的話一樣 我把它run在那個夜神模擬器 當然第一個喔 把夜神模擬器第一個就是把它改成這個手機的版本 手機的話看起來會比較接近你目前 的狀態 然後再來的話呢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是把 這邊有一個 我一個 H H01 我把它run到那個 夜神模擬器裡面 給各位看一下 那它的介面的話基本上就是讓人家輸入了 輸入完之後判斷它是不是成年 成年跟未成年 那這個該怎麼寫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然後 還有一些廣告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現在如果你APK啦 點兩下 我這夜神模擬器方便的地方是馬上就可以幫你安裝起來 並且run出來 那再來的話呢 比如說我輸入 輸入年齡 比如輸入15歲 15歲 那是成年未成年 按確定 結果未成年 假設我把裡面的資料改一下 20歲 改成成成年 所以如果假設要寫像這樣的一支城市的話 該怎麼做 這個是 第一階段 可是你說 成年跟未成年好像有點太單 單調了 那可不可以讓他 年紀越高不只是成年 可以改成什麼 假設是18到35歲好了 假設是 青年 35歲到 65歲吧 H是壯年 然後以上的話 是老年 比如說 在成年裡面呢 再去做區分 所以這邊有個H H02 H02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第二支城市 就是 把那個 年齡部分 除了未成年跟成年之外 我把它 拆成那個 比如說55歲 那應該是壯年 看一下 Ama 壯年 而且另外的話 我希望可以把那個 一個圖給顯示出來 不過我因為找不到太太漂亮的圖 所以就大概一個意思 那比如說他是 20歲 20歲應該是青年 Ama 青年就把青年 把他 抓出來 然後如果老年的話呢 那就是70歲 70歲 Ama 老年人 那就一個老人的圖 圖的部分 如果你 假設你們再找找看 我會 比較漂亮的圖 不然的話這個圖 解析度不太夠 那如果15歲的話呢 就按確定 未成年 然後給一張未成年圖 出現 也就是說 透過不同的年齡 給不同的 結果 呈現出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完成第1階段好了 所以請各位第1個 先開啟那個 App Inventor 然後呢 在這個地方新增一個專案 專案的名稱的話呢 我這邊是給一個名稱叫 H 叫H01 就是年齡 因為不能用中文名稱 所以我這邊的話 加了一個叫 H01的一個 一個App 然後呢 首先當然第1個 請你在這裡面增加幾個 幾個元件 包含第1個 這邊新增一個什麼 標籤 讓它輸入 這個標籤裡面的話 就請輸入年齡 第2個的話就是 所以 第1個是標籤 這個 把這個標籤拖拉到這邊 會有第1個 第2個的話就是 這個中間加一個輸入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的話應該是 在我們的使用者介面裡面看一下有沒有輸入的 文字輸入盒 拖拉過來 放在第2個 那 這邊的話呢 名稱也許 就裡面基本上不用改了 就是用原來預設就可以 只是字可能放大一點點吧 把它改成14號字 那底下的話再加一個按鈕 所以這邊的話加一個按鈕 讓它按下去有一個效果 讓它可以去 讓這個 讓這個裡面的判斷 再來這邊有多一個這個 標籤二是一個結果 那底下的話再加一個什麼 結果顯示的話 就是 這個也是標籤 把結果顯示在這邊 成年跟未成年 所以 請各位先試試看 寫一個程式 就第1個程式 先簡單一下 這個 這是第2階段 H2 就是 判斷成年跟未成年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請看